近年国人餐饮习惯的改变 过年渐渐的喜欢外食 也带动了饭店餐饮业绩成长 再加上今年的年假比较短 国内旅游热度高于国外 外带年菜 尾炉聚餐等餐饮都有亮眼的表现 包括了寒舍 清华 六福 云品 还有夏都 剑湖山等饭店类骨业绩告捷 一开轩就博得好彩头 大厨们忙进忙出 各式汤品干贝 鲜虾 拉筋由厨师巧手精致摆盘端上桌 今年来国人饮食习惯改变 过年不在家里开火 饭店围炉或是年菜外带成了风潮 也带动饭店业者春节期间业绩强强棍 中式围炉的部分的话 我们今年是第二年推出 那就是借着去年的一个好口碑 那我们在今年有六成的一个成长量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可以试到我们一个中式的餐点 那我们大概有41桌的一个桌数 那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围炉参加活动抽奖 涵社旗下台北喜来登表示 十二厨 成员 请客楼等餐厅 在去年11月都已经预约客满 加上今年春节假期短 初二便出现北返人潮 各餐厅也叫往年成长维持满胃状态 春节餐饮业绩和年菜外带已经超过3100万元 年增将近5% 我们酒吧大概是有三层左右的成长 那表示其实国人现在不再仅限于 就是酒中式作席的选择 那反而大家也会吃些青食 或者什么作为过年的餐席 韩社集团旗下爱美以及爱立酒店 各餐厅也都有亮眼表现 熟悉到初二客满之后 维持七成到八成左右的水准 精华今年则是强打年菜外卖 整体餐饮业绩约增加一成五左右 六福皇宫表示旗下各馆餐厅年节都客满 新开幕的万宜酒店业绩也增加一倍 加入冷冻年菜生力均 业绩较去年成长三成 国人饮食习惯改变 带动各饭店业绩大要进 一开春就活得好彩头 另有黄冰讯无碍云台北广岛